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萨提尔的本书 那想要先调查一下各位就是 你们之前在听这场之前 有没有看过相关萨提尔的各式各样的书 有吗 有的话可以帮我举一下手 或是你直接说话就可以了 没有 没有 这里还是没有 然后 另外一个声音是许佳有 然后 刚刚是云彩说没有吗 对 好 那许佳这边你是看这本书吗 还是你是看对话练习 还是看教练模式 许佳也是看哪一个跟萨提尔有关的 对话练习 OK 好太好了 好 今天呢 其实在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萨提尔 她其实是在心理资商相关非常实用的一个理论 这是一位女士 她其实是美国人 她提倡这个所谓的冰山理论 所谓的萨提尔模式呢 帮助到很多 帮助到很多就是在沟通 就是在沟通 资商相关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甚至呢 后来运用在不只是家庭的这个资商 她还会运用在就是可能你与同事之间的沟通 或是你是带一个团队带一个team的 那有一些用萨提尔的方式是可以有很好的沟通的 那其实萨提尔她有非常多的系列 如果你去这个书店的这个网站 你去打萨提尔 你会发现跑出蛮多类的书 这样子 那今天为什么我第一本 其实我其他包括对外练习 跟包括那个教练模式我也都有 不过为什么第一本呢 是用这个自我觉察练习来做开始呢 是因为其实我还蛮相信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当我们真的把自己搞定了 我们真的懂自己 其实我们就有机会懂别人 我们真的就有机会能够帮助到别人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已经有点混乱 然后有点不太知道可以怎么做 那这时候我们说要去帮别人 其实我觉得相对有点困难 因为自己的状况已经不大对劲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第一本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萨提尔的自我觉察练习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这本书的内容呢 之前就先跟大家分享 萨提尔她是有一个这样的所谓的冰山的这个理论 大家帮我看看就是这个投影步步上的这个图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水平线 萨提尔她其实在讲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观察到的都是对方的水平面上以上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大家有看到是什么吗 就是行为跟应对方式 所谓的姿态这样子 意思说我们很多时候会观察到对方有一些的这个这个这个言行举止 甚至他的他的表情或是他的状态 都是由他的行为 他的肢体语言这些去去看见 那甚至可能我们会看见说他针对这件事情 他是摆出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 所以大部分我们可能就只知道说 OK就是只观察到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很难也就我们忽略冰山以下的 包括他有什么感受 甚至他感受的感受 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感受这件事情 他对于这个决定这件事情 他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甚至观点啊 期待渴望这些 所以其实你发觉 其实人的这个情绪是很复杂的 他是很深层的 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就是表面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萨提尔他提出这个冰山理论 其实对于很多人很有帮助 来自于我们就不再会就是只是这个看图说故事 我们不再会就是看他的行为 就直接断定一定是怎么样 甚至就像可能假设 今天我今天讲了一堂课 就有人来质疑我 我有没有可能生气 假设我生气 那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不是要生气 其实我可能内心是因为自卑 所以我觉得被挑战 然后我想保护自己 所以我用生气的方式去呈现 所以各位你有发现吗 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 不过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冰山理论的话 我们透过这些的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 我们就有机会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深层的帮助到他 OK 这是所谓的冰山理论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萨提尔当中 其实他一直在强调 在书中 其实刚开始他就有讲到一件事情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是我们在做人处事 或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呢 大部分是因为能力的问题 还是因为惯性的问题 大家或许现在心中都有一些答案 那在大家答案 那个分享出来之前呢 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书中的一个举例 书中的举例说 其实就是有一个 这个故事我许大家听过 不过就是我们就再听一次 就是小时候就有那个马戏团 他里面有一只就是小象 他还没长大 那他被圈养的过程中 他当然一开始会有他的野性嘛 所以他就很想要挣脱 那这时候马戏团 他是用一个那个链子 就是绳子把他绑住 因为小象嘛 他的这个力气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他要挣脱 一直挣脱不了这样子 然后就持续的一直在马戏团长大 好过了十几年后就有一次哦 马戏团突然失火了 那全部的人都赶快跑走 但是这个大象呢 他已经长大了嘛 因为过了十年了 他其实已经很有力气了 然后他也长大了 但是呢大家一直在吼啊 叫他赶快跑 可是这个大象就一直不跑 然后后来就活活的被烧死 在这个马戏团当中 那各位听到这个故事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大象长那么大了 应该他有力气扯断吧 有哦 事实上他是有力气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愿意扯断 不愿意逃跑呢 大家觉得呢 他因为小时候试图的挣脱 但是他一直挣脱不了这个绳子 而且他甚至挣脱过程中 让自己受伤了 所以他 对这只大象来说 他始终相信一件事情 他不可能挣脱这个绳子 因为他从小已经一直尝试了 都没办法 所以他不相信自己可以 所以呢 大家有发现吗 我们讲完这个故事哦 这个小象到大象之后 他有没有机会挣脱有的 可是他不再相信了 各位你有没有发觉 人好像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小时候 有些的经历 或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我们也有努力哦 我们也很想要改变现况 但是呢 因为结果不如预期 所以呢 长大之后 你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下 你就会直接否认 你就会直接逃避 你就会直接觉得自己不行 所以各位 难道真的是你不行吗 你在成长过程中 或许你早就已经具备了那样的能量 那样的力气那样的能力 可是呢 来自于你的信念 你的信念就是你相信你自己不行 那最后你真的就不行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或许你原本可以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人 也是一个很容易被过去所 这个牵制的一个 一个生物 所以 这书中就问了啊 就是到底 我在问大家同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 你觉得问题是出在能力呢 还是出在惯性 其实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就知道 其实出在惯性 那什么叫惯性 惯性就是 当一个事件来的时候 你的下意识 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跟怎么样的举动 这个就叫惯性 那这个惯性当中呢 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听起来惯性不错啊 因为你可以让大脑节能嘛 你的潜意识就自然作动 就自然出来了 好像不用太耗费能量 可是惯性有一个蛮麻烦的地方 就是当你习惯的这个 用惯性去思考 你就很容易让自己落入一种 叫做受害者心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过程 并不是透过你觉察 思考过后的这个决定 所以你很容易就落入一种 就是我怎么怎么谁 又是我 为什么 就是都要我去处理 或是啊 算了算了就就就这样子 所以就很容易用身体的记忆 如果用这个过去的记忆去做这个作动 然后导致你会一个东西 这个叫专有名词叫做不一致性 那当你不一致性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怪怪 然后甚至就觉得压抑着 然后呢这时候 其实更可怕的是 各位 很多人在没有学习到 关于萨皮尔 或是情绪这一块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以前一样 我以为真的高EQ的人 就是没有情绪的人 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情绪是不好的 那当我觉得情绪不好的呢 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要 没有情绪 所以我就会刻意的压抑我的情绪 来变成所谓的高EQ这件事情 那各位你心想哦 你觉得这样子有帮助吗 其实很辛苦 因为压抑是没有办法的 情绪它就跟水一样 各位有没有看过很多就是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 治水的人物 那发生说 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那个大水来的时候 整个这个 不然是长江山峡的大坝等等 就溃体了 可是后来有些人就有办法治水 那这两个之间 如果大家喜欢历史的话 应该会发现 所有有办法治水的 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用的方式叫做疏通疏导 他只是让水去流动 去疏通开来 但是所有 所有治水失败的 你知道他又怎么样吗 他都是用压抑的 用压的用甜的 所以各位 你想当也知道 水这件事情 他应该要疏通还是用压抑的 应该是疏通对吗 所以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 如果你用压抑的 你觉得他会消失吗 不会他只会被你压 而且甚至在内心当中 有点像共振枪 他会不断的堆叠 不断的共振 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到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当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他是行为出了一个状态出来 然后这时候可能 我们就会落了一个结论就是 哦他脾气好差哦 哦他怎么样的 我们很习惯就是 不认真的去探究 背后发生的事情跟原因是什么 我们很习惯干嘛 很习惯就是直接下一个结论 那这个下结论你知道怎么样吗 就是这个所谓的结论呢 就是有时候不精准 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素食主义者 各位现在查资讯有没有很方便 有啊你随便Google FB打开你就会看到了 可是各位 资讯这么多的情况下 你知道带来的后遗症就是 很多的资讯其实是不正确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 每一个人都是自媒体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发表他的言论 甚至写他的文章 所以更是这样 其实坦白说哦 乍看是科技进步取得资讯容易 但是以我的观点是 我觉得反而变困难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根本无法辨别 到底谁讲的是对的 尤其当每一个人都讲的 很有道理的时候 对啊 那不就是更辛苦的吗 所以呢这才是 这个萨提尔这个理论呢 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你必须不能用压抑的 你必须要去理解 然后再去做疏导的动作 才能让你从不一致心 到一致心 大家听到不一致心这件事情 我相信如果你第一次接触 你应该会觉得有点复杂有点困难 那这边呢 我简单稍微讲一下 是怎样叫做不一致心 那这边可能需要大家帮我 稍微写一些笔记哦 那在这之前先提醒大家就是 今天的这个投影片呢 我都会给各位 所以各位都不用担心说 我来不及抄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我保证原封不动 都会传给大家 大家都不用担心 大家都可以再做复习 所以你只要全心投入去聆听就OK了 不过有个地方需要大家做笔记 什么叫不一致性呢 所谓一致 他要考量到三个要素 三个对象 第一个自己 帮我写上自己 自己 第二个 别人 别人 OK写好了吗 好 第三个是那个情境 情境 情境呢可能会比较抽象 情境就是所谓的事情的对错 那我 我就是自己 那别人就是 就是别人 所以说这三个是我们需要考量到的这个要素 所以呢 当你三个都有考量到 你就是一致性 相反的 如果你 偏袒某一个 或是哪些没考量到 那你就会进入不一致性 那不一致性呢 就会有一些的呈现 就是所谓的应对 应对的方式 所谓的姿态 这样子 OK好 那帮大家稍微这样理清 所以今天会有很多的名词 那这些的名词呢 中文你都看得懂 可是它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那我这边会一个一个解释 但是大家不要抗拒 也不要害怕 这些都很简单 你只要了解定义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它没有困难的地方 那远比那个微积分简单太多了 因为只要了解定义就搞定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 当我们不一致性的时候 有哪一些的姿态 有哪些的这个状态 然后等下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 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好 各位 第一个 那我就先翻到下一张图 好 这张图呢 会是今天停最久的一页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我今天就会按照这张图的过程中 教大家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状态 然后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到别人 这样子 OK 当我们不一致性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有四种的行为 所谓的姿态 就在整个投影片的最底下 浅蓝色的这个行为模式 好 当我们忽略了自己 我们只在乎别人 也只在乎所谓的这个情境 就所谓对错的话 你呢就会不小心进入第一个 叫做讨好行 什么叫讨好行呢 讨好行你心里想一下 就是有没有身边的人可能就是讨好行 或是搞不好各位你就是讨好行 讨好行会做什么事情 讨好行呢 他会经常怎么样 承担过多的责任 经常委屈自己 压抑自己的情绪 日子久了 就会觉得不堪负荷 还累积了很多情绪 然后心情非常忧郁 无法宣泄 所以这些人因为通常都是他们在照顾别人的情绪 倾听别人的痛苦 所以他只习惯付出 不敢要求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讨好行 各位有发现吗 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真的有 而且说不定你也是这样子 OK 那这边的话怎么做呢 就是他说 他们应该说他心里会先想的是 只要我再多努力一点点 就会解决问题 所以讨好行的心里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各位 如果你听到这边 你有觉得好像在讲你的话 你可以帮我按一下举手吗 帮我按一下举手 看看有多少人你觉得 这样听起来 我好像是讨好行 OK 这边有看到有一个举手 那其他的朋友呢 都觉得还不确定 OK 那谢谢云彩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这个指责行是什么呢 指责行就是说 他忽略了别人 只在意自己跟情境 这个叫做指责行 那有这样的人 忽略他人 只在乎那个 那我就一样 讲他的状况 大家对他录作看看 他非常擅长去找别人的缺点 然后在他们心目中 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 那也形成的经常攻击别人 批判别人的习惯 心中想的是都是你的错 都是某人害的 都是因为怎样的事情才会这样 所以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甚至他会为了证明别人的错 他会不断的挑剔别人的过错 然后放大进去扩大别人的过失 甚至无中生有去编派别人的这个错误 扭曲别人的善意 他会想尽办法找尽理由去辩护 然后证明自己是对的 所以各位听到这边有没有发觉 有吗 各位有觉得听到这边 觉得你可能是这个指责型 你可以帮我一下举手吗 OK 好 那这个指责型呢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心里想的是 只要我再给别人更多的压力 就可以解决问题 好 这个是指责型他们心里想的 OK 好 那所以我们就理解了这个指责型 接下来听到第三个 抄底字型 什么叫抄底字型呢 帮我写下 忽略自己 忽略他人 只在乎情境 只在乎情境 就是只在乎事情对错的意思 所以这类型的人呢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习惯就是 看事情就很讲求 这是事情的对错 然后如果别人有道理 他是会愿意接受的 那刚刚有说指责型 他就不怕展现情绪 但是抄底字型呢 他是非常害怕展现情绪的 他总是压抑情绪 然后呢 他就会想要去用逻辑 去说服别人这样子 然后想要要求自己跟别人 都符合逻辑 那抄底字型通常都是 还蛮科版僵固的 所以这个Joy举手是觉得自己是 抄底字型吗 是吗 OK 那抄底字型在想什么呢 抄底字型想的是 只要我能够将道理讲的透彻 就能说服别人解决问题 所以抄底字型这样想 所以各位像我过去啊 我就是抄底字型 我就是抄底字型 所以我还蛮讲求对错的 所以这个这个是我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咯 叫做打擦型 打擦型是怎么样 帮我写上 他忽略自己 忽略他人 也忽略情境 他什么都忽略了 那有这样的人吗 抄底字型呢 其实他换句话说 他就是逃避型 所以你会发觉说 好听是说 他真的蛮乐观蛮豁达的 然后好像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在乎 然后都可以很幽默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你会发觉跟他聊一聊之后 聊聊得很开心哦 可能回到家你发觉 怎么都没有一个重点 甚至好像不知道自己聊了什么 这样子 然后打擦型的人会想的是 只要我躲过一时 问题就会自然消失这样子 这是所谓的这个打擦型 心里在想的 OK 好所以各位听到这边的话 大家有没有对应到 当你觉得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当你不一致的情况下 你觉得你比较符合哪一个 大家可以帮我用打字的 就是留言 就是你符合哪一个 那就以这边我知道 你跟你朋友一起听嘛 那你也可以打两个答案 就是你跟你朋友的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 很好玩的互动 大家可以帮我打字哦 你觉得如果压力来的情况之下 你会是讨好呢 还是指责呢 还是超理智呢 还是打岔 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比较多 大家可以打字哦 OK 加深是超理智 Joy是讨好跟超理智 OK 那其他呢 其他的朋友呢 你们是哪一个呢 讨好跟打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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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云彩是讨好跟指责 好 所以各位你会发觉到啊 至少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呢 就是 许佳这边是指责跟超理智 OK 很棒 好 那当我们理解之后 各位千万不要误以为说 现在是要来谴责自己哦 不是 现在我们所有的任务是来懂自己 真实的自己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懂了自己之后 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 甚至我们才能够去找到自己的问 的状况是怎么的 这样子 好 当然这四种啊 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这四种行为模式都不是那么的好 好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 可能在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不懂的去觉察 我们不懂的怎么样疏导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不小心 陆陆的四个其中一个这样子 OK 甚至呢 有时候是四个当中有两个 你会很长发生这样子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 所以呢 当我们理解 我们也辨识出来 可能是哪几种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了 看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找到真正的问题点在哪 所以接下来我会透过这上面的checklist 去帮大家去找找看 就是我们哪边的地方可以做修正 好 那这个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帮大家稍微顺一下 它是一个 有点像to do this的就是确认表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行为嘛 当然就是你可以去写下你的行为跟言语是怎么样 那接下来下一个指册是什么 情绪 那情绪呢 这边概分是喜怒哀乐 当然大家很聪明也知道说 其实情绪没有这么单纯 它其实有很细节的 那不过我们这边先概分 所以你可以去分辨一下自己的情绪 是怎么样 好 那情绪以外呢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我们基于什么观点 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观点又分想法假设 这我等一下会说 再来是渴望 你可能来自于什么样的渴望 好 那以及期待 期待就是你的渴望如何具体被满足的方法 这个叫做渴望 好 所以呢讲到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右边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刚刚的这个冰山理论 它的简化图 那一样哦 这个虚线代表的是水平面海平面 我们通常都会看到的是它的行为 对吗 那跟各位分享 其实这本书是在资商界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好 非常多这个相 资商相关工作的人呢 他们都运用这个 这个所谓的萨提尔 好 所以各位今天在听的过程中 其实就更能够理解这些资商的工作者 他们是怎么去执行跟运作的 那我跟大家分享哦 由这张右边的图你可以看到 通常我们是 看到我们的行为之后 我们就会怎么看 从行为去看情绪 或是从行为呢 去看所谓的观点 我们大概就是这两个 这两条路在走 那什么意思呢 我直接示范哦 很多在做资商的这个工作的人啊 他们有没有一种情况是 他观察到他们这个 比如说学生好了 或者辅导学生 或者辅导一些 可能有些状况的人 那当辅导他的时候 他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有吗 大家有没有 如果刚好你有经历过 或是看过的话 是不是他都会问说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他在问的是什么 他问的就是这个观点 他想要了解他的行为背后 是来自于哪一个观点 让他这么做 OK 好 那另外呢 有些人还会说什么 就是 会说 你还好吗 或者说你 就是这么做 你感受怎么样 所以各位 是不是有些人 他一样是从行为来看 然后他就会去看这个 所谓的情绪 或是看观点 他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 跟就是你还好吗 你感受怎么样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所谓的 在諮商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你看到这个图呢 你就会更加明白 原来是这样子用 甚至呢 你可以透过了解观点 再带到那你感 你的感受还好吗 或是先了解他的感受 再去了解他的观点都OK 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过程 也跟大家分享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 每一个小细节了 也就是 我们要来看 就是所谓的 每一个系 每一个这个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能不能找到 可以让自己更好的一个 一个方式这样子 好 所以在正式讲之前呢 先带入一个剧本 让大家去对号入座看看 看看真实的状况 大家已经懂不懂的分析了 所以我讲的是一个 范例一个剧本 好 那开始了 有一个叫佳蓁了OK 佳蓁把皮包重重摔在桌上 接着骂起先生来说 你在搞什么名堂 小孩明天不上学啊 你这个父亲怎么当的 不是说好小孩九点前一定要上床吗 OK 好 讲完哦 好 那大家在还没有往下一个章节看之前 大家帮我看看 他的行为跟言语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刚刚讲那些话 好 那我们就来见到这个情绪 各位 你觉得他的情绪是哪一个 你们觉得呢 他情绪应该是这个吧 怒 对吗 怒 对怒 很明显 好 那他的想法呢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想法是明天小明又爬不起来了 假设 对 对 然后他的假设呢 他假设是 他假设他先生 他看电视 而没有答应到佳珍的事情 所以你看 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已经先假设 已经像预判了 然后他的信念是 他觉得 他觉得他应该要能够掌握 这个全局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 他的渴望是什么 大家觉得呢 他的渴望 他渴望是被尊重 对吗 被尊重 没错 对 对 他渴望被尊重 那他的期待呢 期待说能够让老公好听话 才能被尊重这样子 好 所以他的行为模式是哪一种 是的 对 对 对 很棒 所以呢 我们其实做了这个练习 就开始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表格 图图历史怎么用 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 那我们再来带入一个剧本 他再做一次练习 一样是佳珍 佳珍好辛苦 又是他 佳珍叹口气 问老公说 你不是说小孩会九点前睡觉吗 是不是他又不听你的了 这时候老公说 是啊 他非得要听 等你回来不可 我真拿他没办法 佳珍不再答话 拖着疲累的身躯 默默的收拾玩具 帮小孩洗澡 哄上床后 等到自己洗好澡 躺在床上 已经将近十二点了 先生早就呼呼大睡 佳珍又叹口气 告诉自己 那个叶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他的老公能够帮他分担这么多家事 而我就是没办法帮老公分担呢 对 让老公帮忙呢 这样子 好 大家觉得他的情绪是什么 嗨 对不对 超明显的 嗨对吗 好 那他的想法呢 他想法一样 他想法是 小孩明天又爬不起来了 然后他假设什么 假设这边不一样 他假设是 没办法让老公帮忙 是我的问题 有没有 他开始在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可以自己不行 所以他的假设是这样 那他的信念是什么 他的信念是 他觉得应该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这是他的信念 OK 那我们就来看 他的渴望 他的渴望是什么 他的渴望是被接纳 被接纳 OK 那他期待怎么样呢 他的期待就是 尽己所能 不麻烦到别人 才能够被接纳 所以才会看到说 当他老公没有帮他的时候 他就默默自己去做 因为他想说 我有这样的能被接纳 这样子 所以各位 他的行为模式是哪一个 好好 太棒了 好好 好啊 太好了 所以各位以后 再发生任何的事情 你就可以拿着这个表格出来 稍微去check一下 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就很明了 就很明确 好 那check之后要干嘛呢 至少我们做到觉察第一步 就是先分辨是什么状态 分辨完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了 我们开始针对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 来看 就是 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情绪 所以情绪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 不管他是喜怒哀乐 我们在看这当中 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觉察 我们的情绪 甚至我们来化解 这个情绪 刚刚还记得吗 情绪需要做疏导 否则其实是 他只会越闷 越辛苦的 就有点像是 垃圾放在家里 一直不到 他只会发臭而已 他不会不见 OK 那情绪的四个步骤呢 请大家帮我稍微笔记一下 他有四个步骤 是情绪控管 情绪管理的四个步骤 第一 叫做面对情绪 帮我写一下 面对情绪 OK 第二 叫做接受情绪 接受情绪 好 接下来第三 叫做 处理情绪 处理情绪 那最后一个呢 叫做 放下情绪 放下情绪 OK吗 好 所以 面对情绪 接受情绪 处理情绪 跟放下情绪 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个面对接受 处理放下 哇 这个听起来很像圣言法师 会说的话 对 但是没错哦 就是他讲的哦 这个的确他有讲过 他有讲过说 当你面对烦恼时 要清楚辨知烦恼的缘起 然后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这是佛的智慧 所以各位 哇 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佛 这是有关系 这是很高的境界哦 好 那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一个 什么叫面对情绪 面对情绪 就是两个关键要素 就讲完了 两个而已哦 好 大家帮我稍微写下来 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第一件事情叫做 情绪没有分好坏 他是来帮助我们找到方向的一个邮差 大家可以稍微帮我写一下 笔记一下 情绪没有好坏 所以这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先去厘清 情绪本身 他存在都有他的道理 你可能会说哲伪不对啊 这个怒应该都是不好的吧 其实不然哦 很多时候怒 其实反而是你需要的 为什么我直接举例 在远古时期啊 就是他们都是要需要打猎的对吗 当你出去打猎的时候 遇到那种就是很很很凶猛的这个野生动物的时候 你这时候就会很情绪是很很很愤怒的 因为你想要赶快就是要要要这个战斗这个 所谓的肾上腺素出来吗 所以这个怒呢 其实是帮助你哦 各位如果你遇到这个什么 台湾黑熊 或者是就很凶猛的动物 就你还在那边笑嘻嘻的掉亮当的 你应该马上就要被吃掉了吧 所以每一个情绪的存在都有他们的目的 都是好的都是来帮我们的 只有在可能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用错了 或是我们不懂的去跟他好好的相处 怎么样去运用 所以情绪不是坏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啊 误会的地方 我以为情绪是坏东西 所以我拼命的想要把它掩盖掉 OK 那当然你也要运用这样的小技巧就是 你要去理解 你要把自己跟情绪分开 假设你现在生气 你要知道生气归生气你归你 OK 所以做这样的切割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 你要我这个人跟我的情绪做分开 分开来看 这样子 然后甚至去觉察说 诶我为什么会有情绪这件事情 我就是我 可是我为什么会拿情绪这件事情 放在自己身上呢 放生气这件事情在自己身上 这就是情绪所谓的面对情绪这一块 的两个很重要的心法 OK吗 当我们理解了面对情绪后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步了 下一步叫做接受情绪 接受情绪一样有两个关键要素 大家可以稍微笔记一下 第一个就是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 为什么 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 为什么有 为什么 第二个是 那你期待下一步是什么 你的期待 好就是你希望下一步是什么 这样子 OK 所以接受情绪呢 就是往这两大方向处理 就是问自己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学会去写下练习 比如说你就可以问自己说 我之所以会有这个情绪 是因为什么 这样子 OK 好 那你得到的答案呢 就会是背后的所谓的观点 大家也记得吗 右边这张图 观点 OK 所以呢 你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之后 你就会得到观点 那还没结束哦 刚才记得第二个什么 就是你期待什么 你希望的下一步是什么 那就是所谓的期待 也就是你希望这件事情背后 你其实想要的美满的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你也要能够把它理清出来 这才叫做接受情绪 接受情绪 OK 所以这个大家都写好笔记了 好 OK 写好笔记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处理情绪 处理情绪呢 它的很关键的要素就是 加入理性思考后 决定如何反应 稍微帮我写一下哦 加入理性思考后 决定如何反应 这个叫做处理情绪 加入理性思考后 决定如何反应 这样子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啊 我们没有去理解 就是 这件事情 那这个处理情绪的部分 又跟刚刚一样哦 从刚刚那个两个出发 就是一个是观点 一个是期待 继续探讨 那怎么探讨呢 这边就是第一个 去评估自己的情绪背后的观点 是否有依据 大家稍微帮我写一下哦 这边有稍微一点点的复杂 不过你认真听 稍微写一下 你就会理清了 这是处理情绪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 去评估你情绪背后的观点 是否有依据 是否有依据 想办法就是说 假设你生气了 你这个生气到底背后是 有没有依据的 还是你就没来由突然生气 那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是要去判断的 OK 所以这是处理情绪的部分 你要去看是否有依据 好 第二个 你要去评估你的情绪背后的期待 是否务实可行 再一次哦 没关系大家慢慢来哦 评估你的情绪背后 情绪背后的期待 是否务实可行 来哦再一次哦 评估你的情绪背后的期待 是否务实可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假设说 你今天可能有一个小孩子 他很小 他可能才六个月大 然后因为他在哭他在闹 你期待他说就是 会主动去吃饭 或是他可能大便 他会主动跟你讲说 妈妈我大便 这样 如果你有这个期待 那就是不务实可行的对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六个月的小孩 他没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这个 处理情绪这边去判断 说我们的期待是否务实可行 那各位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 原因就是因为有没有可能 其实你这边会不一致性是来自于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期待 其实是不务实可行的 所以就找到问题点在哪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一点 去把它调整成正确的 能够符合的期待 那当你调整之后呢 你或许你那个不一致性的状况 就会消失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扶理情绪 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叫做放下情绪 放下情绪指的是 当你做出这样决定之后 你是否可以 第一个欢喜做 第二个甘愿受 有没有好佛的智慧 所以欢喜做 甘愿受 所谓欢喜做意思是说 当你经过充分的自我觉察之后 所做的选择 而不是透过局部局限的资讯 做的选择 更不是没有经过 这个反 就没有经过思考的 没有经过选择的 反射式反应 好 那我再讲一次 所谓的欢喜做 就是 这是我经过充分自我觉察的 做出来的决定 OK 不是 就是根据那些局限性的资讯 就局部性的资讯所做的决定 而更不是没有经过选择 而反射式的反应这样 好 所以这是欢喜做它的定义 所以各位有发现吗 这边很关键的是 当你有觉察过程中 你觉察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 其实你想过了 那你也想清楚了 所以才做这个决定 纵使这个决定可能 不如预期 你也比较不会落入一种被害者心态 你也比较不会去怪谁 因为你会知道说 这个是我想过的 那既然发生了就发生了 这也是你没办法可控的 因为你已经做最完善的思考过后做的决定了 所以就算再一次 你可能还是做一样的决定 因为 这就是你判断过后的决定 那所谓的干预的时候是什么呢 干预的时候就是既然这是我做的决定 我都会承担起责任 所以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很重要的心法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辛苦 就是因为我们都把过错推给别人 然后就觉得自己是被害者心态 别人都是来弄你的 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来找你麻烦 但是事实上不是啊 坦白讲 我当我们大家一起合照的时候 照片洗出来 你第一个看谁 看自己嘛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最在乎的其实还是自己 所以不要把别人就是的看法看得这么重要 因为重点是你自己 所以当你能够去决斥到说 原来这是我的决定 这是我的选择 你就会承担 负起这个成年人该负起的责任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做到所谓的甘愿受 这样子 OK 所以呢 当我们能够情绪理解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们其实就很能够去找出 可能在当中我们哪些有不一致性的地方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关于情绪的部分 那大家听到这边都还OK吗 请问一下 就是 光这个表格 第四个渴望啊 那你刚刚讲那个 那个女主角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 你说是她是希望被接纳 可是我不太会分辨 那是被爱 还是她希望她有一个自由 就是如果有人帮她做家事 她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这样子 你刚刚说的也是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定义就是说被接纳 对吗 对 但事实上我们的渴望 这六大需求都会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刚刚云彩讲了一个很关键的点 其实她有没有可能内心深处 也有这个所谓的有自由的渴望 有哦 是有的 只是说我们针对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找了一个她 这个渴望当中可能是最高最需要力气被满足的 来去做 为什么我这样判断 我跟你分享 因为她如果想要 应该说假设说今天她完全只有想要有自由的话 她就不会去做那些事情 哦 她要的是自由嘛 那自由的话 我不用管那些 老公的眼光啊 或是小孩子 起不来不干我的事啊 我只要自由而已啊 我干嘛管你 所以是这样 那当然人不会这么单纯 就是我只要其中一个 然后其他都不要了 所以其实云彩说的很对 就是人是一个复杂 然后也是多重需求这混合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确要判断会比较不容易 所以云彩问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哦 真的是这样子 不好意思 那请问被爱跟被接纳要怎么分辨 被接纳指的是说 你认同 你认同我 这个人 认可 认可 认可就是说 我觉得你的 比如说能力好了 我认可你的能力 我觉得你 值得 值得信任这样子 嗯 但是被爱 那个爱指的是说 我 就是 比如说家人之间 我是爱你的 我是 就是无条件的为你付出这样子 这么说好了 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是 比如说总统好了 总统他 但 这样会讲到 不是 但是就是 假设蔡英文总统 他可能做一些事情 不知道是疫苗啊什么的 你觉得说 你蛮认可他的 你蛮接纳他的这样子 可是不代表你爱他 对吧 就是你没有爱 但是你认可他嘛 你接纳说 以政治人物来说 OK 我接纳他 坐这个位置 嗯 或者说 以这个是老婆这个角色 我接纳他 就是 他的行为 或是说 他的他的能力 接纳这样子 我接纳他这样子 好 那 被爱又不一样 就是 对 所以 我们就举 也在 既然都举一些例子 我们就举另外一个可能 反过来的极端好了 有没有可能 今天 父母爱我 可是他并没有接纳我 有可能啊 我小时候就这样 我很多 对 就是 就是 这边 加深有问说 被接纳可以指事情吗 呃 被接纳比较是 有点像是我的人格特质 这样子 就有点像说 我刚刚举那例子 就是 我爸妈 他们爱我嘛 因为就是 就是家人嘛 但是他不接纳我 因为他觉得我 呃 小时候很叛逆 然后就是 不用工 就是说 他们有 会有一些的标准来看我 之类的 或者他觉得我很皮 所以他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的小孩 都可以很乖 那只会就特别皮 啊 他们就会这样看我啊 所以 他们虽然爱我 对吗 但是他们并没有接纳我 呃 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 呃 这边许佳说 呃 被接纳可以被接受 呃 又缺点 哦 这么说也很对 也很精准 所以 他在细微上哦 看起来都很像 对不对 但是他其实细微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好 啊 刚刚这样的举例 大家能不能有一种 呃 感同身受 或是有一种 对 很有感觉这样子 有有 情境有出来了 OK 太好了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探讨情绪了 那 刚刚讲了这些情绪之后 可能有些人还是会问说 哲伟 我还是 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去判断 这个情绪 到底OK 还不OK 这边提供给大家两个 小小的技巧 小小的方法 大家可以稍微写一下 第一个 你可以去判断说 你的情绪是否符合 这个 所谓的演化原则 哦 大家先帮我写一下 我等一下会解释 什么叫演化 演化就是生物演化的意思 演化 大家帮我写一下 好 第二个 你可以去判断说 你的情绪反应是否符合 比例原则 比例就是比例词的那个比例 就是一比几一比几那个比例 比例原则 大家帮我写一下 演化法则 演化法则跟比例原则 好 这两个呢 可以去帮助你去判断 你的情绪当中有没有不一致性 有没有一些状况发生 好 我们先讲演化原则 演化的法则 演化法则很单纯 就是讲白话 就是说 你有没有刚 该开心的时候开心 该生气的时候生气 该哀的时候 还该快乐的时候乐 这样子 这个就是演化法则 就是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可能会说 哲伟有人不这样吗 有啊 我举例 有没有人中了统一发票之后 他很担心的 有 对 他很担心说完了 我这辈子的好运竟然 要被用光了 会不会被用光这样子 对对对 很负面 对啊 有些人是 假设公司接到一个订单 应该很开心的 可是他反而是 就是很担心 因为他怕说 会不会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那这个客户就直接撤 撤走他的订单 这样子 所以这是没有符合演化原则 这是没有符合演化原则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没有符合的过程中去看见 自己怎么了 所以这是一个觉察的一个小小的技巧 所以大家就是跟大家举例到这边 那什么叫比例呢 比例原则就是说 我举书中讲的例子 书中说 就是有一个五岁的姐姐 跟两岁的弟弟 他们在玩 就是在玩耍这样子 结果这两岁的弟弟呢 不小心碰到五岁的姐姐 这样子 当他碰到五岁姐姐 那不小心 而且那个力道很小 结果也知道吗 这五岁姐姐大哭 狂哭爆哭 然后父母就觉得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也找不到原因这样子 那这个就叫做 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为什么 因为这碰到一下不该哭的 他哭的 就是好像脚被压到一样 哭到夸张就对了 这个就是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那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就代表 这当中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后来才发现 为什么这个姐姐 这样子要哭 因为他吃醋 他觉得父母生了弟弟之后 把关爱都放在弟弟身上 没有在照顾这个姐姐的 所以他才嚎啕大哭 他哭是为了要获得 父母的关注 父母的疼爱 这样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比例原则 所以呢 这两个简单的方式啊 就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子 好 那当我们真的 觉察到说 OK有这样的状况之后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做法 可以让我们去 有点像转念的概念去疏通 这样子 有哦 跟大家提供这个很棒的 实实上的做法 给大家 好 那 做法呢就是这个 叫做我讯息 我讯息 好 那大家一样哦 大家可以稍微帮我写一下笔记 然后 当然这个 这个投影片会给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好 我讯息呢 这个部分是这样 就是 当什么情境的时候 我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认为什么 我希望 怎样怎样 OK 好 我直接举书中的例子哦 书中说 当我看到台风要来的时候 好 这是第一行吗 我感觉很担心 这是第二行吗 情绪 因为我认为这下恐怕又要淹水了 这是第三个观点 对吗 第四个就是 我希望赶快回家做点预防工作 这个我讯息的公式呢 可以帮助你去厘 事情怎么了 好 所以 如果假设说你今天人在外面啊 然后你说突然要找哲为做了这个笔记 找不到 你就可以用这个 我讯息 就是想一下 什么事情发生 我觉得怎么样 因为什么 这样子 然后那我期待怎么 这样子 当你写下来之后呢 至少你可以去判断说 你为什么生气 比如说你可能生气了 假设说你生气 结果你都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自己生气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疏通了 你办法去了解 对吗 对 好 那 当事情之后 你也要去厘清 自己是什么感受 自己是什么情绪 不要小看这个哦 其实有时候情绪是很错终复杂的 你很难去 你需要花时间去分辨的 有时候你就觉得就是苦苦的 或是觉得就是 闷闷的 那那个闷 你说生气吗 也没有到生气 你说哀伤吗 也没有到哀伤 那就是闷闷的 对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去理解去觉察的 所以透过这个我讯息啊 就能够让我们有帮就是去了解到 我们这个四个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写下来要干嘛呢 这很重要哦 大家不要只听一半哦 当你写下来之后 我举书中刚刚的例子 他说 我希望赶快回家做预防工作 对吗 他的期待是这个 那他就问自己哦 这个写出来之后他有满意吗 那看起来没有嘛 那看起来没有嘛 因为他停留在就是担心嘛 对吗 对 所以他就要把这一行当中的期待 写到写到下一行的情境当中 我直接讲白话就是 当我写完这一行这整句之后 我就要再写 当我赶快回家做预防工作的时候 大家有发现吗 原本上一句的期待变成这一句的情境了 然后你就要继续写 那我会感觉怎么样 你稍微想一下我感觉怎么样 好那因为我认为什么 那我希望怎么样 这样子 所以当你在写一行我讯息之后 你就去觉察一下你的状态 说这个感觉 这个状态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不是 你就要继续写 直到写出 你觉得你很喜欢的这个方式 书中的举一个例子 我简单跟大家讲 就是他这个例子讲了有点久 但我简单说 他说就是简单说故事背景就是有一个 他们都成年了 然后就是妹妹 总是讲不赢他哥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不爽 然后他就很想要就是呛回去这样子 所以呢这时候 这个作者他就是协助他说 那你写一下我讯息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当就是 哥哥就是呛我的时候这样子 我感觉很生气 因为我认为我并不比他差 所以我希望当众呛回去 有没有很贴近那个真实的状况 有 然后呢 OK 然后他就叫说那如果你呛回去呢 他就在写 当我当众呛回去的时候 然后我感觉 然后这边他就想了一下 他原本以为他会感觉应该是很爽 我把他呛回去 可是他说 我发觉我担心的层面比较多 人家说你就写啊 他说 所以我感觉很担心 因为我认为就是 家和万事心 所以我希望就是 能够 怎么讲 就不要争吵还是什么 我有点忘记在写什么 就类似的 不要争吵这样子 然后说OK 那你有满意吗 他说没有啊 因为我还是感觉担心嘛 所以他就说你在写 写第三行 他就写说 当 就是 就是 当哥哥这样的时候 我选择不回嘴 我感觉 感觉什么 他说 这时候我感觉就是蛮平静的 然后因为我认为就是 家人在一起就不要争吵 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就是 家庭的相处都可以一直是 保持很和谐的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 就在问他咯 就说那里这样的状态是 你觉得可以的吗 他说可以 因为他 觉得说 就是 就是 为了和谐 他觉得他这样做可以 结果他就OK咯 所以他就欢喜做甘愿受 但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他写了三段我讯息 写完之后 请问 他的决定跟当时没写之前有没有一样 没有 他还是被呛 他还是被呛 对啊 可是他写完我讯息三行之后 他一样还是被呛 可是这时候他是平和的 原本超不爽的 但是现在是平和的 为什么 因为他透过充分的自我觉察 他透过充分的想 他任何的选择他都可以做 他也可以呛回去 他也可以打架 他什么都可以做 可是他选择 就是维持家里的和谐 所以他选择不回嘴 各位有发现吗 这个就是我讯息很特别很棒的地方 就是 是来自于你能够了解自己 你才不会那个当下冲动 什么叫惯性 大家还记得我今天这本书 刚开头讲的是不以自信 不以自信就是说 当他呛我我就跟他呛回去啊 就是你头脑都还没思考 你就直接反射 你就是惯性就给他呛回去 这个就是 导致你一直都没办法很开心啊 因为你最后呛回去 你也没觉得开心 就是觉得很闷 你就觉得就是这样 你没有觉得痛快 因为很快的人就是觉得 好烦哦 为什么又要这样 甚至你可能不喜欢呛回去这个过程 你不喜欢呛人 那你又要呛回去 所以你就会觉得自己过得很痛苦 大家有发现吗 我讯息这个方法超棒的 各位 这是今天一个其中很棒带给大家的礼物 这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很棒的方式 这不花你的钱 不花你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透过我讯息去觉察看看 所以我才特地又做了一个投影片 所以这个一样哦 会后会再传给大家 大家不用担心 好 那我们了解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咯 我们了解的情绪 原来哇这么复杂耶 我们懂了之后 知道怎么去 圣源法师的讲的四个步骤 管理情绪的四个步骤 我们也教了两种可以觉察的方式 还记得吗 演化法则跟什么 比例原则 对吗 然后整个用我讯息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然后再带下一个 再带下一个 大家有没有很清楚 情绪就是这三个逻辑 一通下去搞定 让我们理解之后 好我们再进入下一个关卡 如果情绪这边都整整顿好了 然后成为一致性之后 进入到下一个关卡 就是观点 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情绪这样理解之后 可是你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乖乖的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那不是你的错 各位我今天一直想要跟大家强调 你有任何的情绪有任何的状态 请你相信我一件事情 那不是你的过错 你不是问题 你只是遇到问题了 这是无限赛局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 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很多时候是你遇到问题 不是你不是问题 真的不是 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了 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 你可能有些观点过不去 或是你有些观点 你觉得不OK 那如果你是因为观点不OK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 书中教的方法 就一个很简单 叫做松动核心观点 大家帮我稍微写一下 松动核心观点 可以吗 松动核心观点 好 松动 所谓的松动意思是说 一定有些你的价值观 你的想法 你觉得 你觉得就是这样 那所以因为你觉得就是这样 因此就是 很多的事情就不会有弹性 这样子 所以你有可能生气 是来自于你的惯性 比如说我直接举例 比如说 我现在举疫情好了 现在疫情当下 如果你在外面看到 有没有戴口罩 你会不会生气 还是你还好 就是每个人不同 会生气的帮我按一下举手 我看一下 有没有人是会觉得生气 有吗 那有没有人觉得就是 好像还好 或是就觉得说 不干我的事 也有可能 OK 好 那各位 当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要去觉察说 为什么你会生气 可能 加快这个过程 简单说你可能就觉得说 这个人太自私 会影响到别人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其实是来自于观点 观点讲白话 就是你后天的 意思是说 对宇宙万物来说 有戴口罩跟没戴口罩 都怎么样了吗 我说对宇宙来说的 因为这个规则是我们自己 所判断的 或是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闯红灯好了 闯红灯那件事情 对宇宙来讲 哪有什么红不红灯啊 那个是就是红灯 红灯绿灯绿灯绿灯 所以这个观点才会让你有这个感受 所以你就会串起来了 右边这个小小的冰山图 就是这样用的 那当你理解之后 有没有可能 这个观点是可以试着松动 什么叫松动呢 就是说你找到例外的可能 好我们就举刚刚的闯红灯的例子 好 闯红灯就很自私嘛 可能害人家撞车 害人家摔车嘛 对吧 那松动观点的方式就是说 那我们来找找看 我们就一起来找找看 有没有 你就我们一起来找出三个的可能 有没有可能 什么其他的原因 其实他床灯 我是坏人 或是说不是坏的这样子 比如说可能 我想一下 可能他的家人就是 快要过世了 他敢去看最后的面 这有可能 这谁都不知道 对 或是他可能老婆就是快要生了 之类的 好 那 如此类我想要讲的重点 我觉得我举的例子有点烂 但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是 你要去找到就是他这么做 有可能背后其他的原因这样子 好 那我举书中好了 书中的例子就还蛮精准的 他说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假设老王 老王他的核心理念就是说 真理要越辨越明 就是要去辩论 要越辨越好 这样子 好 假设呢 我们是这样想 那老王是这样想 那我们一起来想想看 怎么可以协助老王 可以能够有弹性 然后能够不要一直落入这种状态 那书中就讲了 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辩论到底 什么情况下 第一个 当对方没有意愿追求真相的时候 我可以不用跟他辩论到底 对吗 这大家都合理 都同意嘛 第二个 当辩论会破坏人际关系的时候 可以选择不辩论 这也是一个例外观点的情境 OK 第三个是 当辩论已经消耗许多时间 还无法得到结论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不继续辩论 各位 这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松动观点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发觉老王是这样 我们真的想协助他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这三个可能去 协助他 让他知道说 其实 或许有这个其他的例外 其他的可能 所以有没有可能老王 听完之后 他有可能就放下那些 一定要跟人家变到赢的这个 这个想法跟 跟就是作为这样子 有可能哦 他可能就会从指责心 回到就是一致性这样子 OK哦 这大家都要怎么用 很好玩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松动观点呢 就是在 所谓的这个观点的部分 就可以这样做 那 这边不是有写所谓的想法 跟假设或信念吗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想法就是说 你比较要客观的 去看到这件事情 你的想法 但是假设呢 就已经变得比较是 你已经假设性 你觉得对方 你已经有预设了 那 信念是 这个是完全不能干预 不能碰触 就是你的 有点像原则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从浅到深 这个观点的部分 不过还蛮鼓励大家 其实 如果你在分辨这个过程中 没办法很深的去一个一个分别的话 其实用刚刚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 松动观点 去试着帮助自己 或者帮助别人就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到渴望了 渴望 各位在渴望的过程中 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 这六个六大渴望 是我们身为人 我们都渴望 都渴望的 好 所以呢 这边大家就让大家去做一件事情 现在做就是 你帮我写一下 你觉得这六个渴望当中 你被满足的这个程度 高 中 低 大家可以帮我写一下吗 也就是说 你帮我评 评看看 就说 你爱人的渴望 你有没有高度满足 还是中 还是没有 被爱的有没有高 高度被满足之类的 就写下来 那这边可能比较难理解 是有意 有意义指的是说 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背后是有意义的 背后有意义这件事情指的是 可能我们重视 比如说上班好了 我们就会很重视那个 就是做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帮助到别人啊 或者是不是有价值的啊 那这就是所谓的有意义 所以其实人们都会对这 这六个是还蛮看重的 那大家稍微帮我写一下 这个很重要 你不一定要跟我分享 但是你可以写一下 就是你每一个的评分哦 每一个的评分 每一个评分 这样子 每一个的满分是几分 没有就是低中高就好了 低中高 那如果你 你一二三也可以啦 一分两分三分 满分三分这样也可以 就是大概判断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 你的渴望满足程度怎么样 OK OK 加深有说 爱人跟被爱是中 然后被尊重 被接纳 有自由有意义是高 哦那很棒哦 真的很棒哦 好 那大家在想的过程中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实萨提尔啊 他就是觉得说 成长的经验当中 让我们有 产生两种盲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压抑了某些渴望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 某些渴望对我们不重要 所以因此我们自 自然不会去追求这些渴望 当我们不会去追求这些渴望 当然不会得到满足 好 这是第一个我们很容易有的盲点 OK吗 所以大家 就可以往这块去理解 比如说啊 就像啊 我可能过去 会有这个盲点的话 是我会可能对于爱人 这件事情 还是被爱这件事情 我可能会比较 去压抑 我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应该不重要 就是 就是 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 华人社会 会会有一个很很金的现象 对我来讲 我觉得好像 身为男人 就是要以事业为重 然后就是要 不要就是这样子 情绪起伏啊 然后也不要管那些姿摩 哎哎 就是 什么 就是 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关于爱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 不干我的事这样 就是 我让自己很理性 那才是高端的经理人 有没有 高端的经理人 就是很冷静啊 很沉默这样子 所以过去的我就是会 那过去我已经很久以前了啦 就是 我就会刻意的把爱人跟被爱 这个渴望就是 蒙蔽 蒙蔽掉 拿掉这样子 所以我当然长久以来 我不会满足这两个需求 甚至加上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 就我父母就 呃就是 对我就可能不一定那么接纳 所以我的被接纳这块 其实我可能也长期没有被满足 这样子 ok 所以呢 再写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是我们可能用错的方式去追求 渴望 那结果当然也不会满足渴望 因为是错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 可能用百依百顺的方式去得到伴侣的爱 那或是有些人是觉得 讲道理就能说服所有的 那当然你最终得不到你的渴望 对吗 哦 因为你是用错的方式 所以这是两种 萨提尔说 会让你有的盲点的地方 那 为什么要大家写呢 是因为 当中啊 如果你这六个当中 你有觉得哪一个 你相对 这个被满足的程度是比较低的 那 代表 你的不一致性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渴望长期没被满足 好 比如说假设像我好了 假设说 呃 我的被接纳 长期没有被满足 假设 那 我可能就会不小心进入叫 讨好 好 因为我想要被你接纳嘛 所以会讨好你 这样子 大家有串起来了吗 我们在做这个渴望的目的 就是判断就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透过渴望当中回推 你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行为模式 这样子 好 好 所以这边就还蛮单纯的 就是大家就可以理解 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渴望的方式去去做一些的判断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呃 他有教大家就说 如果 好好行 有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稍微写一下 不过是当参考 最关键的还是要去找到你真实的状况 他只是 稍微去做统计 他说好好行的最常见的是 爱人被爱被接纳 容易被满足 尊重 自由 不容易被满足 好 这是讨好行 好 再来是指责 指责是尊重 自由 容易被满足 但是他爱人被爱被接纳 不容易被满足 ok 好 再来第三个是超理智行 超理智行是尊重 意义 容易被满足 好 但是他的被接纳 自由 爱人被爱 不容易被满足 这样 ok 最后一个 打刹行 打刹行是自由 被接纳 容易被满足 但是爱人被爱 尊重 有意义 这个不容易被满足 好 所以这是统计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那大家当然可以去对号入座看看 是不是你也是这样的状况 好 但最关键还是我们希望是一致性的 好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希望能够把每个渴望都能够获得满足 那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讨论说 可以怎么样 让这个满足感可以提升 最后一步咯 就到了期待了 满足渴望的具体方法 也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满足渴望的方式错的 所以导致长期不满足这样子 那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表达爱跟感受爱 好 我们有五种 五种的方式去呈现 大家可以稍微帮我写一下 稍微帮我写一下 那等下你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最终是哪一个 第一个叫做肯定的话语 肯定的话语 就是肯定别人肯定的话语 肯定的话语 OK 第二个叫做服务的行动 服务的行动 OK 服务的行动 第三个收到礼物 收到礼物 OK 第四个贴心的时刻 贴心的时刻 贴心的时刻 OK 第五个是身体的接触 身体的接触 身体的接触 好 以上这五个呢 其实都是我们人类喜欢也需要的 好不过在表达爱或是感受爱的部分啊 这五个都是我们感受的到可能我们也可以表达的方式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在意的可能不一样 好 那我就调查一下 大家稍微想一下 你觉得你如果这五个你一定只能选一个的话 你最在意的会是哪一个 大家帮我打字 或是直接讲话也可以 大家觉得呢 肯定的话语 服务的时刻 服务的行动 好 收到礼物 贴心的时刻 身体的接触 云彩是贴心的时刻对吗 贴心的时刻 OK 好 OK Jo也是贴心的时刻 OK 太好了 那 许佳呢 那话语呢 欸不是 这是 鼓舞的行动 服务 服务的行动 服务 服务的行动 服务 服务的行动 服务的行动 服务 我可能发现不准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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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OK 好 那为什么我问大家这些问题 各位 是因为啊 你看哦 你就是最需要 也最想要这个 可是有没有可能 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家人 最想要的可能是别的 就像你看哦 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下来 可能有服务的 服务的行动 也有贴心的时刻 那如果刚好就反过来的话 那是不是 因为当你 比如像 对云彩来说 你是 贴心的时刻嘛 所以 你渴望 别人爱你 是用贴心的时刻 来爱你 所以你也会用贴心时刻 去爱别人 那有没有可能 结果 他在意的 其实是肯定的话 所以他可能就接受不到你的爱 或是你的关心 这样子 大家可以理解哦 所以 这个就是 为什么 其实这五个啊 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回去 跟你的家人啊 去去聊一聊 去玩一玩 这样子 然后这个有一个 这个叫做 呃 呃 有点像心理测验 这有个测验可以测出你是哪一个 哦 会后我再传给大家 那我这边跟大家讲 想要讲的这个重点啊 就是 哦 我们不要用一种心态 觉得别人要很懂我们 很难啊 为什么 你想哦 你自己 你有把握说 你超懂自己的吗 其实这世界上 没有人真的有那个把握能够讲我超懂啊 我超了的 其实我们还在觉察探索自己的过程 所以既然我们自己都没办法了解自己的话 我们为什么又要要要要求 我们身边的人超懂我的 那很难啊 所以 与其这样那不如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我们诚实的告诉他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是怎么样状态 我们在意什么 那不就好了吗 哦 所以这边是想要鼓励大家是这样 OK 好 所以呢整个呢 我们就把这个所谓的每一个环节都深入的去剖析了 所以大家怎么用呢 就是当未来你在有不一致性的时候 你觉察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把这个to do list 把这个列下来 去觉察一下自己的状态怎么的 那你甚至可以透过刚刚的我讯息啊 刚刚的很多的方式 去找到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去找到解决方案 去转动 不管是松动观点 还是去想看怎么样去满足你的渴望 那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不断的从不一致性 走到一致性 这样子 那这当中当然很重要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再用惯性的方式去做事了 而是我们透过充分自我觉察 自我觉知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做疏通的这个动作 那当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需要跟人家聊一聊 如果你觉得自己疏通 其实不大擅长或是不大熟悉的话 那当然我都很欢迎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我做交流 那我背景不是资商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我会用很用心的想办法跟你交流我的一些想法 那希望大家能够有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落实怎么样实作 那很感谢大家今天的参加这场收书 非常非常抱歉 就是时间有点delay了 希望大家能够有很大的收获 那感谢大家 那我们就到这边了 不好意思 我相信